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九十一集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群臣的态度让原景帝有些犹豫 从他的角度来说 那个总是看不顺眼的铜锣殉职 当然不足以让堂堂天子兴奋狂喜 但说实话还挺舒坦 就像是赶走了嗡嗡的苍蝇 不过 对于给予爵尾 原景帝是赞同 因为许清安确实立了大功 风诀能彰显他的赏罚分明 原景帝对死人最是宽容 但是如果大部分臣子都不同意 那原景帝也不会坚持己见 原景帝正要宣布结束话题 驳回张行英的建议 忽然看见委冤出列了 大宦官静止走向李布侍郎抬手 啪的一声 响亮的耳光响彻御书房 瞬间压过了群臣的争执声 一道道 诧异的目光望来 啪的一声 大理寺清也挨了一巴掌 亮亮强强的跌倒 法官脱落 劈头散发 哗了一声 诧异的目光变成了喧哗 御书房炸开了锅 大奉历史上脾气暴躁的大臣们 在朝堂之上动手斗殴的例子倒是不少 更何况这里是御书房呢 但是打人者是魏冤 这就显得荒诞离奇了 在群臣心里 魏冤以宦官之身执掌打耕人衙门 督察院 窃居高位 身上的标签有 阴险狡诈 腹黑歹毒 狡诈深沉 善谋等等等等 但绝对没有冲动鲁莽 这么容易落人把柄 早给人玩死了 魏冤又有什么阴谋呢 故意的吗 朝堂诸公念头浮动箭 职业喷在己事中 就不用想这么多 六部的几位左都己事 仓皇奔出 高呼道 陛下 魏冤当堂打人 目无陛下 目无王法 请陛下降旨 斩了此料 己事中不用想这么多 逮着把柄死磕就行 当即不少大臣纷纷复议 对于众臣的控诉 委员丝毫不理 坐一 沉声说道 陛下 齐党之事尚未完结 公部尚书虽已处置 但同党依旧折服朝堂 桑坡案中 礼部尚书勾结妖族 同党亦是尚存 恰逢经查 微臣提议 延缓考察 待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再做定夺 嗯 几个意思啊 众臣悚然一惊 乃以置信地看着魏冤 话里话外的意思 分明是想延缓经查 他还想搞事情吗 自年初以来 京城官场经历了 风声鹤唳 蛰伏 小心翼翼的观望 以及年终至年尾的 勾心斗角和人人 紫薇早已疲惫不堪 即使是最好斗的阴谋家 也想着早点结束经查 休养生息 魏冤这死 竟要把斗争延续下去 他 他疯了 就连首府 王真文都忍不住侧头 恶然地审视着魏冤 魏清一面无表情 与平时没有太大的区别 身为老对手 王首府发现 自己此刻居然无法揣测出魏冤的用意 一时之气 不 魏冤怎么可能会被情绪左右 再说 这气从哪里来啊 原警帝盯着魏冤 看了片刻后 恍然意识到 那个叫许七安的铜锣 在魏冤心里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他压了压手 带众臣安静下去 缓缓说道 如此复杂的悬疑其案 许七安寻月便破 真是神乎其能啊 此等人才殉职 乃我朝廷的损失 就按张行英所奏吧 魏冤当朝我打朝廷命官 目无法纪 罚丰一年 至于警察之事 按照祖讯 不必更改 众臣对于原警帝轻描淡写的处罚 倒是没什么意外 尽管心里失望 但也知道这种事 不可能扳倒大宦官 以魏冤的重要性 陛下对他的容错率极高 殴打朝廷命官一两次 受些处罚已是极限 令他们惊讶的是 魏冤竟不再纠结 警察之事 闭口不谈 这让群臣意识到 所谓延缓经察 只是魏冤泄愤的借口 相比起不轻不重的处罚 魏冤失态的原因 让群臣们极为在意 原来无懈可击的魏冤 也有令他在意 让他失态的存在 随后 就许清安追风绝位之事 多方展开激烈讨论 一番扯皮后 许清安的爵位定下来了 常乐陷子 子爵 无法世袭罔替 小朝会结束 诸臣散去 魏冤一言不发的前行 不知是不是刻意的 他不发极快 走在群臣面前 不让人看到自己的神色 义父 南宫倩柔迎上来 正要询问小朝会内容 询问八百里夹击的文书 可是他忽然 愣住了 魏冤的脸明明没有表情 却让人轻易读出了伤感 那双沉淀着岁月 洗涤出沧桑的眼眸里 竟有着深深的萧索 没有打招呼 连汉手都没有 魏冤沉默的走来 沉默的与南宫倩柔擦身而过 沉默的继续前行 轻袍下摆 轻轻的摇晃 背影萧索孤寂 出了什么事 南宫倩柔一愣 他看了眼后方走来的朱晨 忍住了试探的想法 大步跟上魏冤 车轮临临 返回大耕仁衙门的路上 南宫倩柔忍了一路 临近衙门时 终于出口问道 义父 发生了什么事 车厢里 魏冤低沉嘶哑的声音传来 徐清安 训知了 这 南宫倩柔神色凝固 他扭头 悄悄地打亮了车厢一眼 尽管车门挡着 但他还是不自觉地放缓动作 害怕被魏冤发现 整个大耕仁衙门都知道魏公重视许其安 但只有南宫倩柔和杨燕知道 何止是重视 义父对许其安抱着极大的期望 就像匠人发现了一块完美的蒲玉 爱不释手 信心念念要把它雕琢成 举世无双的美玉 玉成之日震惊天下 虽然没有明说 但南宫倩柔心里清楚 这份期待和重视 已经胜过他这个义子 很多很多 现在许其安殉职了 义父的心情可想而知啊 唉 南宫倩柔心里叹息一声 他原以为自己会暗暗高兴 许其安的出现让他嫉妒 让他心里不平衡 无数次想过 如果那家伙从没出现就好了 义父最关注的还是我 如今听说了许其安的死绪 南宫倩柔却没有半点开心的情绪 反而怅然若失 心里空落落的 这时 手里的姜绳忽然脱落 南宫倩柔吃了一惊 才发现掌心的姜绳 不知何时被他捏成了鸡粉 回到衙门 南宫倩柔随着卫元进了好气楼 登上七层 卫元在茶室口顿住 低声说道 你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南宫倩柔欲言又止 躬身退走 但没有离开 而是厚在了茶室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